第十九课 我的想法所导致的后果 并非只有我单独承受 你确实是有福之人 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你在等待今天的练习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们很高兴看到你今天再次出现在这里 每一天 你都让练习进入更深的层次 触及你对现实 自身 以及对你身处之地所抱持的信念 显然 你们社会中大部分人认为自己的想法是私密的 而且不会影响其他人 人们总是不停地思考 通常是反复想住一些负面的事情 完全不知道自己每一个想法 都在种下自己害怕之事的种子 你开始看出 你如何因不断担心及烦恼事情 创造出诸多事衡的关系或疾病之类的经验 由于你从未被教导过真理 所以不知道你的想法影响住每一件事 及每一个人 你在创造自己的人生 包括所有面向 这件事情上 居于核心及关键位置 你必然具有影响力 因为你吸引了自己人生中所现 所感的那些经验及人 是 物 进来到身边 他们来到你身边 是源于你的创造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刻 我们希望这一刻使你明白 事实上 有思妄想 犹如在你未来的道路上沿途埋下地雷 请深思一下这个观念 如果你心中不断抱怨 想象住你鱼手足或父母争吵 你便是在自己及那个人的未来种下争执的种子 你越是那样想 那件事就越可能具体显现 这必定会累积一种失能 确实如此 大部分在特定主题上耗散经历的人 犹如狗追骨头一样 会不断回到那个主题 今天 请好好运用这一刻的观念 并知道 了解这个原则是极其重要的 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我们明天再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